画面中 一只豹子警惕性的环顾四周 也为他刚捕食猎物回来 为了不被猎老板盯上 豹子的时刻保持警惕 观察了半天没有发现猎狗的身影 他便爬到树上准备美餐一顿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雄狮寻着肉香味找了过来 树上的豹子看到狮子便大声地呵斥他 希望以此来震慑狮子 然而作为森林之王的狮子根本不怕他 豹子深知不是他的对手 只好舍弃食物快速地逃命 雄狮见豹子走开 机会来了 准备上述窃取豹子的劳动成果 可这上述对于他来说似乎有点难度 虽然狮子会爬树 可他并不擅长 为了食物 这头狮子也是豁出去了 他纵身一跳用前爪紧紧地扒在树上 后腿慢慢地往上蹬 那动作看起来十分地笨拙 他抬头看看上面的食物 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 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费尽巴了的爬向目标 成功的狮子见到食物赶紧大块朵移起来 而豹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辛苦捕获到的食物被雄狮吃了 却无能为力 吃饱的雄狮一油味尽的甜甜舌头 是时候该下去了 看着这高高的树枝 雄狮心里多少有点害怕 他小心谨慎地观察着 寻找合适的下树机会 找到后便站起身来纵身一跳 险些摔了下去 幸亏他反应迅速 才逃过一劫 看到熊狮走后 豹子才放心地下树寻找食物 可食物已被熊狮吃个精光 连残渣都没留下 原本在草原上 豹子的食物就经常遭遇猎狗抢夺 为了不成为打工豹 豹子不得已将食物藏到了树上 谁知又被狮子给盯上 结果又沦为打工豹的下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